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新能源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薯片充电器,咀嚼电力的美味能源 2.星光瑜伽电,银河系的能量伸展台 3.彩虹桥发电,彩色光谱的能量采带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薯片充电器,咀嚼电力的美味能源 各位亲爱的能源美食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令人垂涎三尺的话题 薯片充电器,这可不是你平时躺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的那种薯片 而是一种能够将你对临时的热爱转化为电力的创新科技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自从人类发现了火,我们就开始将各种食物转化为能量 无论是通过消化还是燃烧 但是,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将这种能量转化的过程应用到电力生产上 这就是薯片充电器的由来 一种将你最爱的临时转化为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电力的神奇装置 现在,让我们来揭开这个美味能源的秘密 薯片充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基于生物电话学反应 当你将薯片放入这个特殊的充电器中时 里面的微生物就会开始对薯片进行分解 过程中时放出电子 这些电子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转换过程 最终被收集起来用来为你的电子设备充电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漫长的工作日后回到家 发现手机电量高级 这时,你只需要打开临时柜,拿出一包薯片 然后将它们投入你的薯片充电器中 几分钟后,不仅你的味得到了满足 你的手机也恢复了活力 这不仅仅是一种充电方式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这种技术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比如,我们还需要解决薯片品牌和口味对充电效率的影响 毕竟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生来就能发电的 还有,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这种充电方式对你腰围的潜在影响了 总之,薯片充电器是一个充满创意和乐趣的发明 它将我们对临时的爱河队可持续能源的追求完美结合在一起 虽然这项技术可能还不够成熟 但它无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未来能源解决方案的新视角 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 吃货将不再只是一种生活态度 而是一种环保的能源解决方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光瑜伽电银河系的能量伸展台 各位宇宙健身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特别的健身器材 星光瑜伽电 这可不是你在地球上随便一家运动用品店能买到的那种瑜伽电 而是一款能让你与银河系的能量同步的神奇伸展台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知识 星光瑜伽电是由一种特殊的光学纤维编制而成 这种纤维能够吸收宇宙中的星光能量 并且将其转化为对人体有益的波长 想象一下,在这样的瑜伽电上做太阳神礼拜 你不仅仅是向太阳致敬 而是在向整个银河系的星辰致敬 当然,这种瑜伽电的创造背后 有助丰富的历史和科学研究 古代印度的瑜伽大师们 就已经发现了星光对于提升冥想和身体能量的重要性 他们虽然没有高科技的星光瑜伽电 但他们会选择在满天星斗的夜晚进行瑜伽修炼 以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 现代科学家们则是走得更远 他们利用了对光子学的深入研究 创造出了能够将星光转化为有益于人体的能量的瑜伽电 这种瑜伽电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器材 它更是一个能量转换器 让你在做瑜伽的同时 享受到来自遥远恒星的洗礼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是厂营销的噱头 厂商们会告诉你 使用星光瑜伽电可以提升你的灵性 让你的瑜伽练习更加高效 甚至还能帮助你与外星文明建立起某种神秘的联系 虽然这些说法未必有科学依据 但它们确实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对宇宙和神秘学感兴趣的瑜伽爱好者 最后,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星光瑜伽电突然接收到了一个遥远星系的信号 而这个星系的居民也在做瑜伽 那么你们就可以说是在跨越光年的距离 进行了一场宇宙级的瑜伽课程 这样的经历 即使是最资深的瑜伽大师也未必有过吧 所以,下次当你踏上你的星光瑜伽电 不妨放飞你的想象 感受一下那来自遥远星系的微妙能量 说不定你真的能在瑜伽的道路上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彩虹桥发电 彩色光谱的能量彩带 各位亲爱的能量探索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缤纷的话题 彩虹桥发电 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 但别小看了这道自然界的奇观 它可是拥有真正的能量潜力哦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彩虹是怎么形成的 当阳光穿过雨滴时 光线会被折射 反射 然后再次折射而出 这个过程中光线被分解成不同的颜色 形成了我们所现的彩虹 这就像是天空中的一个巨大的光谱分析实验 而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了不同波长的光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捕捉这些颜色 并且从中提取能量 那将会是多么迷人的一件事 这就是彩虹桥发电的概念 一个虚构的能源技术 它将彩虹的美丽与实用性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 我们可能会有专门的彩虹收集器 这些设备能够在彩虹出现时迅速部署 就像是一个个能量捕手 将彩虹的光谱能量转化为电力 这些收集器可能会使用某种高科技的光电材料 这些材料能够对不同波长的光 有特别高的转换效率 当然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技术挑战 彩虹是非常短暂且不可预测的 所以 我们的彩虹能量工程师们可能需要发明一种彩虹预报系统 来预测何时何地会出现彩虹 以便及时捕捉这些颜色缤纷的能量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技术成为现实 我们的城市将会变得多模多彩 每当下雨过后 人们不再是只为了看到彩虹而兴奋 还会因为即将到来的能量收获而雀跃 彩虹不再只是一个巷子 而是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能源供应者 不过 回到现实中 彩虹桥发电目前还只是一个科幻般的想法 但谁知道呢 随着科技的进步 也需有一天这个幽默的想法会成为现实 毕竟 谁能想到几百年前的人们会认为 我们今天能从太阳和风中获取能量呢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彩虹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这道光彩夺目的天然器官能够为我们的手机充电 那会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 而在那之前 让我们继续珍惜这个自然界赐予我们的美丽现象 并且寻找更多可行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介绍了三种非常有趣的能源创新技术 薯片充电器 星光瑜伽电和彩虹桥发电 虽然这些概念在现实中还有很多挑战和问题 但它们无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薯片充电器让我们将临时爱好和能源生产联系在一起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 星光瑜伽电让我们在瑜伽修炼中感受宇宙的能量 让我们的健身体验更加丰富 彩虹桥发电让我们想象一个多彩的未来 将天然奇观转化为可再生能源 这些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创新来实现 但是正是这些奇思妙想 激发了人们对可持续能源的关注和探索 推动了科学家们不断追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现在轮到你们了 你们对这些能源创新技术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其他有趣的能源创新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一起探索未来的能源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